在西弯路3段211号进去是一条产业道路 只是长期没有维护 除了路况很不好 排水不良也是大问题 所以在之前的会刊之后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决定先是做排水改善 而这几天 公所已经在进行排水购工程 也已经接近完工 议员周二林也特地在23号上午前往关心施工状况 还有进度 就在西弯路3段211号进去的这条路 路口的状况看起来还好 不过越往里头走 路面不平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而最大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排水不良影响底下的路基 所以在之前的会刊之后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决定先做排水改善 而前一阵子公所开始进行排水购工程 没有这个排水系统 所以我们就争取了这个 大概有50万的经费 做这个排水购 做这个L购 那后续的话可能还要做路面 这个我们希望这个州议员 州亚林议员能够帮忙我们争取这个 做路面的经费 希望这条路面能够一起来施作 十字购乎水 尤其是在我们这样子临近山边的 这样子的一个之前是土沟 原先都没有用我们的人工的工法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水沟 所以长期以来 这样子的一个边坡冲刷 其实每每有下雨的情况之下 它的雨水都是四处冲散的 那里长跟我们反应之后 我们也即刻了做了这样子的一个L型的 现在工程接近完工 议员周亚林也特地前往关心 施工状况还有进度 她表示整条路因为都没有排水沟 就怕大水冲刷影响地基 所以才会要求工所现在沿路 10座L型沟 现在接近完工再过几天就会完成 针对未来的一些雨水或是水部的部分 我们都会这样子做一个整体的排流 然后直接会流到我们下面的这个水沟 那这样的路面其实住户也在反应 长期以来感觉在走那种骑马跳跃的路面 对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行驶的这样子路面 走路也好骑摩托车也好 造成他们其实长久以来很大的不便 那我们也期望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水沟做好之后 第二期的工程经费下来之后 我会要求相关单位折成他们 请他们尽数把这样子的一个路面铺好 这两天就会完成这里的水沟 让排水顺畅 以免大水冲刷影响道路地基危机安全 介绍惠林细致采访报道